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5号 农历鬼卯年3月26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民进党执政七年证件跳票 台湾城地球上最危险地区 世卫大会将登场 台当局借机炒作 美台依未合作 民调半数以上民众 不支持民进党2024继续完全执政 赖清德炒作大陆威胁论 遭岛内舆论统批 不可控风险大增 台积电称海外建厂面临十大挑战 汉光演习 惊奇电脑兵推 台媒传美捐将组团观摩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日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被岛内高中生提问 若两岸开战台湾有实力抗衡 蔡英文回答避重就轻 早批维持现状政策跳票 台媒报道指出 民进党上台执政即将满七年 从外事关系、社会住宅、房价、工资 到食品安全政策 民进党当初一系列政见都确定跳票 不见幸福家园 只见台湾民众的对立和不安 请看详细报道 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即将满七周年 当年她在竞选时承诺两岸关系会维持现状 如今两岸关系却变得空前紧张 台湾成为不少人眼中地球上最危险地区 外事关系方面 表面看民进党执政时 各国议员和政要纷纷访台 但事实上台湾并未因这些所谓朋友 而打开国际参与的空间 蔡英文曾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 还为此一度成立新南向办公室 但结果成效不如预期 任内甚至还失去了九个所谓友邦 这是民进党当局在外事领域的重大挫败 马英九在任时 台湾还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但从2017年开始 台湾地区就不再能参与 即使疫情期间 民进党当局大举夸要防疫成绩 仍无法参加 另外争取多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也无声无息 在社会住宅和解决年轻人住房问题上 蔡英文选举时 曾开出八年兴建二十万社会住宅的支票 如今就算把包租贷款也算上去 仍无法兑现 更别提房价的合理化 有台媒指出 当年蔡英文痛批马英九时代房价高涨 但过去只有台北新北地区房价较高 周边的桃源和中南部地区 年轻人仍买得起 如今七大都市区平均房价都已占上千万元新台币 年轻人更加买不起 工资年年调涨 也未能改变年轻人低薪的现实 工资涨幅远比不上房价和物价上涨幅度 在食品安全方面 民进党开出的食安支票换来的是开放莱猪 莱牛和日本核食 就连经常被验出农药残留的日本草莓都要放宽管制标准 近日民调显示 有四成七民众不乐见民进党继续执政 比乐见者多出5.6个百分点 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吕秀莲批评 蔡英文执政留下了一堆内忧外患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下旬举办 有台媒近日炒作 台卫生福利事务部门官员表示 已与美国敲定会优选对谈 将针对走位依偎合作备忘录讨论细想 请看详细报道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1号至30号在日内瓦举行 岛内绿媒报道 台官员14号宣称 美国在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双边会谈 主动将台湾地区列入优先对谈对象 现已敲定会谈时间 将以台美一位合作备忘录上的合作项目 疫情期间防疫 疫后医疗等作为讨论主轴 对此岛内舆论批评当局又在场外自嗨 不知道花多少人民血汗钱当公关费 据了解 自2017年起 中国台湾地区再未收到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问题 在今年4月26号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背景下 通过两岸协商 2009年至2016年 中国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 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破坏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直接导致中国台湾地区 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来关注党内新闻 据台媒报道 清律的台湾民意基金会15号公布最新民调 有51%民众不支持民进党 2024年继续完全执政 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表示 这项民调结果是对当前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最直接的抗议 请看详细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民调 访问期间为5月8号至9号两天 针对民进党希望明年继续完全执政 询问民众是否支持 民调结果显示 有16.3%非常支持 23.7%还算支持 21.5%不太支持 29.6%一点也不支持 从教育背景看 高中职级以上教育程度者高比例不支持 从职业背景看 有5类职业背景选民明显过半数不支持 其中尤其以军工教人员7乘3不支持最明显 表明中产阶级选民目前选择不站在民进党这一边 从六都16县市角度看 除了台南市和高雄市多数支持民进党外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和其他16县市 皆呈现多数不支持的状态 尤英龙指出 当20至64岁选民不支持 高中级以上教育程度选民过半不支持 意味着某种想终结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意念 已经在全台蔓延开了 究竟民进党这7年执政有多令人民绝望 才导致了今天这种局面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获党内提名 参选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不断加紧在岛内各县市成立竞选后援会 并取名为信赖台湾之友会 13号和14号 赖清德在屏东与基隆分别出席后援会活动时 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被岛内舆论通批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13号 赖清德出席屏东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时 向支持者喊话称民进党是追求和平的政党 14号 赖清德又在出席基隆市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时宣称 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不是真和平 会让台湾陷入更深的陷阱 对于赖清德相关言论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直言 美丽的骗子还是骗子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终究还是台独工作者 不管用什么话术 都没办法掩饰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可能把台湾带入兵凶战危的事实 新党级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批评 赖清德已无可救药 所有论述都在忽悠 面对绿营支持者就随便喊喊反中 支持者就群起兴奋 就像湘西赶尸一样 铃铛咬起来 僵尸就跟着走了 铃铛在咬什么完全不在乎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指出 台湾人民都知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是两岸引战的导火线 换了炕中的汤 换不了台独的药 据台媒报道 台积电在新一期年报中 前所未有的单独列出 海外建厂十大挑战 内容涵盖成本增加 工人短缺 工业用地不足 及工作文化差异等 请看详细报道 台积电预计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建造两期芯片厂 计划生产4纳米和3纳米芯片 台积电日本熊本厂 则预计2024年量产12 16和28纳米芯片 台积电在年报中指出 全球性扩厂将对管理财物 及其他资源有相当程度的需求 并预期可能面临一定的挑战 包含成本增加 工人短缺 天然或人为灾害 工业用地不足 外国法规 网络攻击 官方补助 工作文化差异 知识产权保护 各国税务法规等 台积电称 这些挑战可能使建厂时程受到延宕 并进一步令台积电承担大幅增加的成本 以及无法达成原定产能扩充计划 同时 天灾和水电供应短缺等突发事件 也可能造成台积电的营运中断 有专家分析指出 过去台积电从未如此大规模海外建厂 除增加的建设成本 未来还要负担开发机密 在海外被泄漏风险 种种细节都充满挑战 此次年报也代表台积电释出 未来不可控风险大幅提高的讯息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据台媒报道 台军汉光39号军事演习兵棋推演 将在5月15号至19号展开 岛内盛传此次兵推 美军也会组团观摩 引发关注 请看详细报道 综合台媒报道 台军汉光39号计算机兵棋推演 今天清晨展开 一连实施5天4夜24小时不间短 报道称 此次兵推将设想所谓敌军犯台各种可能行动 以近年周边军演态势为基础 并借鉴俄乌战士实力 台军主要将领将在美军观摩团参与下 运用联合战区层级仿真系统推演平台 进行兵推对抗 台军汉光39号演习分计算机兵推 及时兵演习两阶段 时兵操演部分规划在7月24至28号实施 台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 此前在台立法机构备巡时曾说 一旦开打 台湾没有分什么前方后方 将处处是战场 他并强调 这次汉光兵推与演习会将台湾东部遭遇攻击 纳入演习详定 以上就是今天连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